1.转体重心压在右半身 2.引拍到球台下面 3.先移动踩位再出手击球 拉到我的右半身上 大家仔细看 这个右半身在压过来的时候 就是从我搓搓搓到正手过来的时候 移动过来以后 大家看我的脚尖跟膝盖是打开的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转体已经转完了 无需再次转体了 所以它一定是连贯性的引拍和转体 第二 这把拉球动作的引拍下全球 一定是放在球台下方的球友们 你可以自己拿个手机录个像 你看你是在这儿的 在这儿的 在这儿的 还是在这儿的 还是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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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是在你身体多厚 你是往屁股后面引 还是放这儿引 还是离你身体远着引 其实这个都不是特别关键 只要你记得 你一定要放在球台的下方 就你引拍 你看你一过来 必须是在这儿的 你站的直 你肯定是做不到的 即使你是这样 你也做不到 对吧 所以你要必须要借助我的身体重心 压住以后 这才能下来 下来以后 我们才能制造弧线 才能把这个弧线 做得更加完整 你相当于什么呢 我是这样拉 好 我还是下来 这样拉 那你说 哪个动作更完整呢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再蹲下来 就是引拍 蹲下来这一下 一定像我一样 踩住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脚踩住的时候 我的胯 我的肩 是低的 这样去进行的引拍 并且在引拍的时候 你的手 必须要放在 球台的下方 我们再出手 这一下 我们才能顶起来 相当于 从这儿的弧线 做到这儿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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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从这儿 到这儿的 很多球友 在正手下旋拉 这板球 拉不好的一个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 我们的动作 没有做完整 或者说 上一板的衔接 不让我们做完整 对 衔接这会儿 不让你做完整 对 比如说 我搓一板到正手位的 或者我接发球到正手位的 你为什么正手接发球的侧下接的差 海哥你发一个 正手位侧下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快的那种 快的 长球 是不是 球友们 就感觉这球老转了 就是拉不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 发以后感觉自己转 巴一下 一拉下满 怎么顶都顶不起来的 有没有 有了打一下 有字 我看一下 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 球友们好多都说 这就是我 你看 我说吧 我了解大家 是吧 这个 因为我看了太多比赛了 好多学员给我发比赛 真都这样 一点差都没有 是不是 这个问题出在哪了 比如说接发球 你应该什么 你这个球判断出直线 应该 然后才能拉 就是你的脚得先过去 脚不过去 因为你在运动中 同手同脚 这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情 所以他发了这板球之后 我第一个 先踩 然后出手 你看这球 是不是拉得很简单 对 一下就拉上了 先往下踩 先移动 准备 然后再出球 就是在任何快速的球里面 其实你这个动作 都是来得及做的 你不用担心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整慌了 一 二 是不是就拉起来了 对 这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就我们 我们在任何的衔接 包括我的接发球 包括我的发球 都是 一 一定这只脚得回来 到正守卫 一定要跨过去 等一下 再做拉球 你不能是什么 时间停在这 不动 没有判断 然后 手跟脚一起 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把时间 留在这 因为我充分的过来以后 我还得等一下 我再去出球 其实就跟拉球 就是拉多球的 那个节奏是一样的 你不能把时间 耽误在你 站在这 愣在这的动作 你得让你的脚 随时进行启动 随时进行找点 这样才是最关键的 来这个点 脚下的这个点 如果大家理解了 给我打一下 1 我看一下 嗯